好的 各位好 那我們繼續聊聊這個QBase系統的設定 還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修正的呢 那譬如說 我們看到這個左邊樹枝狀圖 第二項 editing 裡面的最後一個tools 工具方面 建議這邊 各位看到第三個勾勾 這邊有個pop out toolbox on right click 那它是改變一個我們 滑鼠正常操作的右鍵的行為 如果勾起來的話 右鍵會自動跳出一些便捷的快速工具 那我建議是這個東西取消勾選 我想要讓我們的右鍵的選單變成是 比較精細比較複雜的 因為未來我們會用到一些比較複雜的功能 那這個右鍵的功能列表我們會需要它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呢 是我們往下面看到 數字撞圖的這邊有一個transport 那其中transport 我看一下 再來也是一樣 第三個這個勾勾 return to stop position on stop 那這個意思呢 是 看各位對於操作這些音訊軟體的習慣是什麼 那如果這個勾勾如果有勾起來的話 那你每一次按下停止 它就會我們的游標頭就會自動停 回到這個剛開始播放的時間點 那當然如果不勾的話 你按下停止 游標頭就是停在當下的位置 那這個也是你可以自訂的部分 那當然確定以後按一下OK 系統就會促成好設定 我應該會很快 先把內容 una 絲呢 一櫃的影片 你應該很快 有一個操作 要把這個勾勾 呢 吧 那邊